三色豆和新鮮蝦仁下锅大火翻炒 三色豆配色丰富 却多次名列便当菜黑名单 但现在有专栏点出 冷冻蔬菜营养价值比你想的还要高 过台风天我们会使用到 对对对像说蔬菜贵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 食物应该是新鲜的比较好 冷冻过种是比较不好 新鲜度会有差 颠覆一般人想象不是冷冻了营养旧流失 市售冷冻蔬菜经过特殊加工处理 其中一项杀精技术 将蔬菜加热破坏酵素活性 靠着急速冷冻保存锁住蔬菜营养 这个加工过程的部分它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用汆烫的 一种是用蒸汽的 比如说像甲粒子的部分会流失在水里面 蔬菜冷冻条件挑选口感坚硬 不容易流失水分 需要长时间烹煮的食材 或是青葱 大蒜和洋葱 这一类辛香料食材没切口完整性较高 制作当下的确能锁住矿物质 大概可维持三个月 但营养师提醒冰久了和新鲜的还是有落差 三内新闻李维廷 郑家娟台北报导